欢迎您回来亚太商情 今天主播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头 奥阳基金经理温刚成席者 再次欢迎Harris 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 日本第48届众议院选举结果是出炉了 那自民党和公民党执政联盟 在众议院选举当中是赢得了312个行为 那北京三级有可能会继续连任首相 也将会有望继续实行安倍经济学 日本第48届众议院选举开票结果显示 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赢得312个议席 超过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席 而在2012年12月上任的安倍晋三 极有可能继续连任总理 成为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 这也意味着超宽松货币政策为主的 安倍经济学将会持续下去 安倍晋三连任后 现任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 明年3月获得连任的机率也将变大 选举结果公布后 黄金大幅回落 日元走弱 日本股市开盘持续上涨1.17% 创下1996年以来新高 当日 安倍晋三发表讲话称 除非日本经济遭遇雷难危机那样的冲击 否则将按照计划 推动将在2019年上调掉消费税 他强调 日本一旦促进经济增长 以便从述财政健康 这一点很重要 日本政府将推动财政政策 途径就是刺激增长和促进投资 亚太第一位市综合报道 哈里斯我们来回顾到就是在之前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好像很多央行都在极力的给出一些经济的刺激措施 只有说现在好像看到日本方面一直在跟这个通缩 还有这个零利率下限在作斗争 那您就是说究竟是什么 现在其实一直在阻止日本的经济复苏呢 我相信日本的经济复苏很关键 有两个方面因素 一个方面是严口老化的问题 我们之前聊过了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之前就是因为它那个玉元涨得太厉害 涨得最高的时候 连80对一美元都其实涨破过的 那那个变成了 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 10块钱港币其实可以买300块玉元 但那个到了最厉害的时候 1块钱美金才能买80块钱玉元 那你想想了 等于就是通缩了 因为他们好多地方进口的那些东西 他们用预元去给钱 或者用预元去换美元去给钱的时候 突然间变成便宜了 变成便宜的时候呢 那投资者方面就他不用去努力的去挣钱 因为他就是抓着自己的预元已经够了 根本都不用去投资 根本都不用做那些太复杂的那些东西 所以好多人都知道预本人他不爱买股票的 预本人只爱买那些外汇 比如说好像澳大利亚元或者那个加拿大元 贪他们什么贪他们的利息比较高 但是关键是他预元方面也一直不断的不断的升级 所以变成结果了 其实预本方面那个迷失十年或者二十年 某程度上都是美国送的 但一般我们都会说 这个日本人方面其实是比较的保守一些 他如果有了这个线钞之后 就很愿意说是放在这个保险箱里面 就不愿意拿出来消费 所以之前我们一直都在提到说 其实日本方面 它最主要就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但是现在其实对于日本的政策改革上 是否会稍微好转一些 例如说可能会接受一些新的移民等等 那个是真的好的 再加上了因为人口老化了 之前刚刚退休那帮可能是六十岁 现在因为过了二十年 他们的次数都八十岁了 本来他们还可能在那个敲车市场里头 收点钱 化解帮人家做点包装 现在八十岁包不了了 可能真是因为连岁数太大了 变成要请一些年轻人去做 但那些年轻人因为早在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日本人太忙了 根本连生小孩的时间都没有 变成那帮年轻的根本也没有多少 所以就开始要吸纳那些外来人口 比如说好像我们中国大陆 其实有一部分人去日本方面干活 因为为什么要去日本干活了 实际是交代我们游客的 因为我们游客讲普通话的 他们讲语文英文也不是太好 所以要请我们那些留学生也好 就是内地的朋友也好 去交代他们 那个是很正常的 那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多点移民过去 也把他们的那个人口年龄降低 因为平均年龄可以降低的话 那个社会方面比较有生气 比较有活力 否则都雾气沉沉的 那怎么可以怎么可能 经济方面会好了 我想它的那个进策 继续维持在这个水平 然后那个预言方面 也继续维持着相对比较弱的那个情况 不会像好像以前的一美元兑八十那个夸张的情况了 当然您看如果这一次安倍晋三说是有一个大概率的连任的话 也就代表说央行行长 黑田东晋也会有一个大概率的连任 那是否代表也就是说央行的这个政策 依然是不会变 依然要走这样一个超宽松的道路呢 那是没办法 因为本身其实那个超宽松的那个货币政策 某程度上是把那些老年人或者退休人士 他们有一点储蓄的嘛 他们那点储蓄你不断印钞票 等于把它那个储蓄方面去扣弹了 去扣弹了 就是变成 其实本来预外预亿元 或者那个一美元才能买到八十亿元 现在变成了一美元要买到一百一十五个 一百一十五个亿元 就是变成这个货币政策方面 我觉得了还是会继续保持欢送 不会收紧的太紧 因为收紧的太紧 对于他们刚扶苏的那个经济方面 也没有什么好处的 您看这个日经指数二二五 这已经是连续创下15天的这个连涨了 应该也是这个1961年以来的一个最长的记录 那有没有可能说 接下来这个日本股市会发生一次回调 那很关键是预亿元方面的走势 因为预亿快到一五的水平了 其实一四边赔了边疲了 如果是预亿方面还是继续走弱的话 预亿经指数肯定有帮助的 但如果是预亿方面有反弹的话 那对于预亿经指数方面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我觉得未来方面还是有机会 往两万三千点的那个区域去迈进的 因为为什么 本身就是因为美国人储局加息的机会 相对来说是被别的国家都要大 然后尤其是日本方面还是做两块宽松 所以变成了预亿弱 然后美元强 那个是应该未来的走势方向 然后特朗普现在好像也没有这么针对预本 所以他们我想会继续把无时间 马上继续弱下去吧 说到股市我们来转到美国 因为美国在这里之后 也会是一个比较繁忙的财报季 无论是一些高科技的公司 还是一些像通用汽车公司等等 包括像一些银行 高盛等等 都会来公布财报 你怎么来看美股的走势 美股走势相好 因为本身就是他们的财报 也许做得比预期要好多了 然后再加上了 其实那个科技股也马上要出业级了 我想其实因为现在很关键 税改也在前头等着 变成太多利好消息 大家都宁可买股票 虽然那个美股方面 现在是挺贵的了 因为快到22倍形势了 但关键是你不买股票买什么 因为加息又来了 如果你买债赚 现在的债赚是2039 2039那等于就是买债赚 如果他那个收益率继续往上涨的话 那等于买债赚又亏钱 那没有人愿意买债赚 也没有人愿意把钱放到那个银行里头 也没有人愿意把钱去买房子 那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买ETF 或者买股票 ETF那个交易所上市基金 其实最近来说了 是挺受美国人欢迎 因为为什么最主要最方便 一买就可以买好多 然后收手续费也相对来说是便宜 表现方面也还算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货币政策 没有收得太紧的之前 那个美股方面还是有机会往上涨的 那如果说这个美股会继续向上涨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港股 也会看一些这个美股的脸色 所以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港股 其实也会有继续向上涨的一个动力 其实如果港币不太弱的话 然后再加上了那个很关键的 就是那个菜色没有上涨的太多的话 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肯定好 因为关键最近就是菜色往上涨了 大家都关注到底香港什么时候加息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基本上还是乐观的 最主要还是看这个拆息的一个问题 好 谢谢Harris的分析 那今天我们的亚台商庆也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温刚成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更多资讯请浏览TV的官方网站 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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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